歡迎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 這裡有出體討 上幾集都接了一些海洋生物 我們接下來幾集就會接恐龍 不同種類的恐龍都會接 應該會比以前的東西難一些 大家看清楚步驟慢慢接 第一次這個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但也挺難 這個叫梁龍 或者最近的說法叫腕龍 應該就是歷史上地球有史以來最巨型的生物之一 我們可以開始接 首先一張紙 我們這次接了兩個對角線 一樣 每次接這個 摺紙的時候都是 如果說對角線的話 邊和角就對得準一些 還有每一個摺痕都是 摺好了之後刮一刮它 那就有力一些那些線條 要不然對一些複雜的作品來說 摺到最後的時候就會很鬆散 不漂亮的了 好了 摺完兩個對角先了 那就留在這個三角形的形狀上 我們就把旁邊的三角形那邊 就摺到中間 又是對方尖的角 這一邊都是一樣 做完這個 就是有兩條斜線在中間交叉 應該拍到 我們反轉去做多一次 一樣的東西 有時那些步驟是重複 兩邊都是一樣的話 我們就不會再講解太多了 看著畫面就可以了 因為大家做了一次 好了 好 做完兩邊的接行 跟著這裡我們就留意一個位置 現在我們有一個交叉在中間 有一個斜線形成的交叉在中間 我們就把最底的尖角 就觸碰著這個交叉的中心點 摺一下 摺上來 這樣 然後這個角落頭又觸碰到它自己本身的底部的中心點 然後再做一次 觸碰到這個紫的 剛剛那條線的中心點 現在是這樣 然後這個位置我們拿一個小的三巨型的位置 拉下來 現在是這樣 好 然後我們真的要拿這個位置 我們一邊接過來的時候 下面的角落頭就觸碰到三角形的角落 這樣 上面就留意 所以這條直線是自己要對回自己的 這條直線是直線 之後 那個線是重疊回最頂那條線的自己的對接 這個是一個 我們這個時候對準的位置我們就可以刮實它 好了 那 另一邊就重覆一次 都是一樣 我們下面就觸碰到三角形的小小 就是三角形的側邊 那個角落頭 然後上面就是來一個重疊 那個牆的直線是重疊 好了 好 做到這個位置 那這裏就開始接近了 不用那麼多預備線了 那就 從這裏開始打開這個 然後中間線最對正的中間線 這個接法可能大家都已經很熟悉 摺紙就是這樣 其實有些接法是不斷會重覆出現的 不同接法組合就變成不同的作品 覆好 然後這個小的三角形 它完成了它的任務 可以回復正常 這一邊又是用剛才的直線 又是打開它 那中間線對中間線 這個比較奇特的開始方式 以前大家應該沒見過 好了 那就到這個位置就好像掀書一樣接上了 好了 去到這裏就有些複雜 大家看著 但其實現在一早已經有一個接痕在這裏 我們留意中間這個類似方形的物體 中間有斜線 有兩條斜線 我們現在接一邊 沿著斜線接起它 純粹用斜線 不需要接新的接痕距離 然後去到這裏 我們都有一條斜線在這裏 我們就跟著斜線 就會接尖它 去到這裏都不會有新的接痕 但是這一個部份就是伸佔的 這個部份 我們按平它 好 就完成了一個這樣的步驟 這邊就平了 我們這一邊和後面那兩個都一樣這樣做 現在做多次給大家看 接著這個斜線 下面就跟著原本就有那條斜線 就接尖它在上面 按一按 開頭講解那一刻就很難 但是如果你做了一次之後 其實這個步驟很容易 因為它本身就有些斜線在那裏 那些線已經 所以每一條線要接得漂亮和夠力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時你要原本已經接了那些線來做 好了 很快就這樣做了 現在就成了一個這樣的形狀 上面是平的 如果不是平的話就是一個六角形 現在我們就開始做了 下面這個三角形接上來 接到去哪個位呢 就是兩邊剛剛那個角落頭的位 兩邊剛剛角落頭的位 後面也是這樣做 後面本身已經有幾條橫線 那些不用理 我們要這個兩邊角落頭的位 當然你要接得最正宗就很簡單 兩邊角落頭對正之餘 中間的三角形又對上一條中線就對了 好 回復原狀 我們將這個線接到後面 就形成一個這樣的樣子 後面也是一樣 回復原狀之後就將它反到後面 圓回原本的線就行了 好了 接著這個步驟又複雜一些 大家留意看著 我們首先將上面這個梯形接下去 又是頂住兩邊的角就行了 頂住兩邊的角落頭 這個真是要刮實個狠 真是要刮實個狠 因為這個一會兒要做一個很複雜的步驟 很需要那個接狠 好了 有一條接線 我們現在就跟著做兩個步驟 就是將底這條線碰住這條線 底這條線碰到這條線 我們就會做一個四十五度的斜線 這個斜線的位去到哪 去到大概中間的位就行了 大概是這樣 摺一摺就行了 不用去到去曬整個畫面 整張字 我們完成了就大概有這樣的斜線 跟著四邊都要這樣做 我們就自己做 做好這些預備線 我們反轉了 我們就開始做了 首先掀起面的頁 然後這裏有兩條斜線 上半部分有兩條斜線 掀起面的頁 我們就跟著那兩條斜線接下來 入面那些就整理好 是鋪順 就會形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這個時候剛才伸接那兩條斜線 就會變成這個位置 這個時候我們就將它打開 打開 留意怎樣接下去 就是這裏有條線 我們就對上這隻腳的條線 對正兩邊都一樣 兩邊都有條線 就對上正腳的條線 就形成一個梯形在中間 這樣 後面都一樣 做完 接上來看多次 跟著跟著斜線 這個步驟算複雜 對於 對於初初何摺子的人來講 跟著 就按下去直線 對上直線就是這樣 就形成了一個梯形在中間 跟著我們做完 這兩個是腳 是恐龍完成之後的腳 就接了一個這樣的位置 接右 接右 看得清楚 四隻腳都是這樣做 對 每一個步驟其實我都很用力去接 條線會很漂亮 對 這樣接好 然後打開它 跟著我們就 揭起這個梯形底的位 然後就跟著剛才的斜線 跟著剛才的斜線 但是 但是頂的位 就拉到直線的位 就將它接上來 這樣 然後將這個 掀書這樣掀回來 然後就將它覆去後面 覆去後面 這個做出來其實很簡單 要講的話就比較難一些 對 覆去後面跟著條線 然後照接痕 好了 就是這樣 後面一樣這樣做 掀起面的頁 就接右腳 但是頂的位 就拉到直線那裡 對 這樣 然後回復原狀之後 然後就將接線接到後面 好了 那 去到這個步驟 就完成了一半 那麽 跟著這個步驟 就講得好像很難 就將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 擺去這張紙 上面這張紙的後面 那怎做呢 看著這個技巧的東西 就將它上面那個拉下來 然後我們就跟上面那條線 跟上條線捏一捏 那些東西就自然會進入了入面 我們按平它 就是這樣 留意那個分別 這個在外面的東西 摺完之後就去到入面 這個就遮了大部份 這裏又一樣 這個接痕已經有齊了 打開這個小小 然後手伸進去 就捏打橫的接痕 後裏面的東西就自動進去 那就完了 好似很複雜 但其實你真是親手下去接的話 就不是很難 好 接下來我們接背脊 那恐龍的背脊是斜斜的 那這個位置怎拿呢 我們就這個角落頭 這個角落頭 就碰到下面這條線 那角落頭碰的位置 就是這邊這一格的中間 這樣 留心看就看到了 接著就再把這個接上去 接上去碰到那條斜線就可以了 碰到那條斜線就可以了 這樣 我們這兩個接痕真的要刮實它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雙升 雙升停 好 這樣的情況 然後我們就把它打開 在上面看看把它打開 我們跟兩個接痕落上 就放在中間 一落一上 中間有些部份你可能要把接痕少許改變 由斜線改變成直線 如果你的接痕接得夠深的話 那就不是那麼難 下了之後又要上回去 中間那一層 要不然背脊就會打開 那如果你的技術好一次過就可以做好了 大家留意夾起來的時候 中間有些位可能會不是那麼漂亮 不過沒所謂 因為夾在中間看不到 基本就是這樣 但中間就是這樣的 中間是這樣的 一落一上 這樣完成了這個位 完成了這個位 大概是這樣 好了 然後要做一件事 這個步驟又有少許複雜 首先這三角形 沿著中間斜線的位置 我們要這條斜線 這條斜線 然後上面的位置 就是這樣 接下來 怎樣的樣子就是 上面碰著這個尖角 下面這個角 就剛剛好碰著腳的外圍 這樣 然後我們打開 就同一時間去做 中間就會接了這個環線 就同時間做這兩件事 這樣就做了效果 又接右了腳 上面就覆了一塊下來 後面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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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做快一點 腳就這樣 跟著這一邊 後面大同小異 那又是上面的位置就是這樣 接了下來 下面這個腳這個位置 又是接右 這邊不影響到 做的時候 就同一時間兩邊一起做好了 這邊也是 這邊可以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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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去到這裏 然後我們兩邊角落頭 就接進去 怎樣接進去呢 就是我們拿這個角落頭 和這個角落頭 就將它接到後面 好了 大概是這樣 四邊都要這樣做 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做尾巴 尾巴就是高這邊 背脊高這邊 這一邊是尾巴 留意背脊高那邊 這個步驟有少少難 我們要做的就是 將尾巴中間這個位置 捕起它 捕起它 但是就不是全個捕了出來 而是要有一個小小的 一層這樣接了 接到這個位置 有少少叫做 好像類似階梯 有一個級別 但是這個時候 就會拉了腳 那個位置就拉了出來 我們要整理它 整理它 腳始終是幼的 這個時候 裡面就會有些結構上的轉變 不要拉爛那張紙 就順應那張紙 所以這個位置要先做 整理好之後 類似就是這樣的樣子 大家試試就會明白我講甚麼 類似這樣的樣子 有一層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刮緊它 調校好位置之後 我們就刮緊它 好了 做完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就將它回復原狀 因為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摺右頭 和尾巴 摺右頸位和尾巴位 怎樣摺右呢 其實就是把這個邊 摺到這條線那裡 這裡有少少巧妙 就是我平時都說 對準線位 但是這個位置我們可以故意留少少 角落頭就要尖 但是中間的位置就故意留少少空隙給它 就不一定要摺到盡 因為一會兒夾起來的時候就會容易一些 你摺到盡反而就很難夾起來 這個位置 這裡也是一樣 也是 角落頭最尖的位置 我們一樣是摺到最尖 對靚的角 但是中間那條線我們未必一定要對盡 對到最盡 留少少縫隙給它 那一會兒就會容易一些 到一會兒那位置就會明白我說什麼 好了 頸位這裡也是一樣 怎樣為之頸位呢 背部矮一點的就是頭頸 背部高一點的那邊就是尾巴 因為那個糧隙是類似這樣的形態 好了 後面也是一樣 注意摺到盡頭的位置 就是要摺在腳的後面 四隻腳都是這樣 好了 到這裡我們就屈尾尾 屈尾尾了 屈尾尾了 照剛才的摺痕 這個位置就會夾到中間 然後接著剛才留下了摺痕 這個因為剛才摺過 所以這裡再做的時候 就不會很難 就容易一些 如果一次過這樣做就會比較難 連腳的位置都成形 這裡我們屈尾尾 這個就拿近一點的屁股的位置 不要那麼遠 否則就站不好 就摺了進去 這個內反摺 reverse flow 摺下去 大家很熟悉這個摺法 接著 再一個reverse flow又反出來 這切反就用這兩邊角落頭 這兩邊角落頭做一個標準 要去到盡的 拉到盡的 否則就不漂亮 這樣 這條尾巴 跟著一個頭部 這個就是頸位的頭部 首先就是做一個reverse flow 摺上來 大家可以將它想像成一個 很巨型的鴻嘴就可以了 一樣這樣做 跟鴻嘴其實沒有甚麼分別 跟著去到頸位附近就有一個轉折 又是摺下來 跟著這個可以近一點 跟著就是摺上去 又用reverse flow 我們經常一些難的 比較高深的摺折就是這樣 reverse flow又經常屈來屈去 要一個理想的形狀 上次海馬大家都見過 應該 又屈上去 做一個頭頸的形狀 頭部其實跟紙殼都有些相似 首先就真的好像紙殼一樣摺下來 然後我們再做一個類似這樣的形狀 但這次我們就要揭開了兩邊的紙 然後才做的 那就會做一個外反摺 頭的位就大概是這樣 兩部分組成的 最後就將最尖端的位置摺平了進去 這個是他頭部的形狀 然後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四隻腳就要做回 四隻腳要做回 首先前腳和後腳有少少不同 前腳就是剛才摺尾巴的時候 大家都見識過這種摺法 摺了它之後又再摺出來 這個摺法經常用在腳上 這個樣子 頭那兩隻腳 即是前面那兩隻腳都是 其實這個位置有些東西可以說 因為初初學習摺子的人 有時很煩惱的一件事就是 那些腳的位置很難會對得 四隻都一樣 後腳的位置 是首先做一個外反摺 按平了它 然後就將兩邊摺下來 都是形成一個腳板的形狀 這邊都是一樣 其實這個腳的調教可以摺好之後 然後再拍兩張紙 然後拍兩腳再對正的位置 應該就可以做到差不多這樣 其實恐龍差不多摺好了 最後一個步驟 尾巴用手指捲一捲它 捲一捲它 一個糧龍就完成了 可能之後那幾集 接不同的恐龍都會花多少時間 不好意思大家內心一點 如果有興趣接的話 今天King Sir接觸的時間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心目中理想的恐龍戰隊就有 梁龍、暴龍、三角龍、劍龍和翼手龍 我希望之後那幾集我會陸續接給大家看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